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效提升及改善 其实美发这个行业 到目前为止 它最大的问题 是在对顾客 没有办法做到顾客 想要做的 消费者想要的一个情况 吹 燃 整 烫 所有的美发过程 严格来说 对发质 都是一种侵害的行为 消费者对头发来讲 他不是做不起 花不起 他最主要他是伤不起 所有人都知道 他做的越多 头发是越伤 美发不光只是表面的清洗 如果用了不好的产品 错误的操作技术 甚至会对人体安全 造成不良的影响 应该这么说 我们美发业 着重在是一种化工 磁化类的一个方向 我们认为 应该来讲 朝着是一种生物科技的方向 就要把你所使用的原料 你所使用的一种技术 要把它提升 成为一种生物科技的技术 林总是美发业的先驱 他大胆预测 美发业的未来 转型是必然的 为求跳脱劣势 延续行业的命脉 结合新科技技术 是时代的潮流 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那很荣幸 今天奇沙奇生物科技公司 能够与各位分享 美发的时代移过去 未来的市场是指发新概念 我们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人家以为我们是疯了 一直觉得说头发 大家一般几十年来 应该这么说 大家都说 这头发是越做越少 不可能把它做好 尤其它已经是一个角质 所以我们研发的时候 的确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坚信 现在的科技 一定可以做到 对头发不伤 才是我们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要做到不伤 当然是以天然的一个素材 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对头发的认知 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死亡的角质蛋白 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 有生命的结构 然后再找出它的一个 重组的一个关键跟机制 去帮头发重回健康 林总的执法概念 是完全突破 传统美发的操作模式 设计师必须打破 以往的设计专业概念 去接受一个全新的技术 及陌生的领域 我们的课程是比较颠覆传统的 运用课堂上的专业理论的概念 还有头发的一个原理 从内结构打到外结构的 一个健康的头发 除了有形 但是更有所谓的质感 跟一般在外面上课 比较不一样 教的都是发型的这个变化 可是没有去谈到法质这个部分 那我现在就是懂了物理跟化学之后 我不管法型跟法质 就可以做出客户的这个满意度 这一项研发多年的科技 对设计师是一个全新的专业技术 对消费者是一个陌生的美发概念 经过市场测试 消费者的反应相当热烈 蛮惊讶的 就是我以为没有救 头发整个就是健康起来 然后也开始变柔顺 也不会再打结了 先相信我们 遗产与医学美方 保证健康安全有效 让你展现女人 你为你愿意 消费形态改变 许多廉价DIY商品 因应而生 在市场不断的烈化下 美法业利润不断遭到压缩 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 我觉得在这整个市场上来 它就是一个金三角的一个利润 什么叫金三角呢 就是第一个 一个是消费者 一个是设计师 就是沙龙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厂商 它要生产一个有效的产品 那么让设计师可以达到它技术的巅峰 然后让消费者去满意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市场的方向 回追自然 享受科技 追求健康 我们想要复印这个业界 应该要以一个对消费者 一个负责论的态度 来做来看待 我们应该要生产的产品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 一种负责论的态度 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林总希望 可以让消费者获得一个安全的美法型概念 也希望美法专业 能跨越到一个新的纪元 迈入全新的领域 提升改变美法业的各方面形象 让人体健康本质 成为未来所追求美的标的